镇远,一个可以让时光迈下来的城市 九山报一城,一水隔两城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古民居,古巷道,古城园,古码头 接下来就让我带你去看一看五阳河畔美丽的镇远吧 Hello,大家好,我们是一天女星 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非常美的这个镇远古镇 那看我这个旁边的这个碧绿的河水 这个呢就是五阳河 再看远处那个桥有五个洞的 这个桥就是鼎鼎大名的祝圣桥 上面呢就是状元阁 再看这个半山腰上面的 也是三轿合一的青龙洞了 现在的感觉就是走在五阳河畔 阳柳暗小风惨月 袭袭吹来 这个清爽的凉风还是异常的舒爽 我们现在的话就来到了祝圣桥了 看祝圣桥的话始建于六百多年前的明代 它也是贵州的第一座大型石贡桥 也叫咽喉口道 是通往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南方思路 我们现在的话就来到了祝圣桥了 我们现在穿过祝圣桥 穿过这个状元阁 然后就直接进入到古城内部了 祝圣桥的话还是相当宽的 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说的话 这就是一个双向车道了 而且这里还有石柱山河 这是杨大哥给我的副价 他说有了这个就可以得到哪吒的护益 这旁边很多人卖这个的 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个 进古镇了 走 这里就有一个大象 刚才我们也说到是去东南亚 去缅甸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和路径 就这样走咯 上面 从大厦那里一过来 这里就是炎帝宫火神庙 祈求不降火灾 保一方平安 白天的古镇人不是很多 主要是因为天气有点太大了 所以这两旁的人气感觉 都没有晚上的那么旺 然后包括这两边有很多商店 这里是码头 古镇也是处处都是景点 这个舞阳河对面就是青龙洞 那知道吗 青龙洞的话 可是三轿合一的一个圣地 非常的特别 那想知道里面长什么样子 请看我们其他的视频 我现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文庙遗址 也是真园里面的标志性的 一定要来的地方 那这个文庙上面这一笔墙 全部都是旅游线路图 话说镇圆古城它是一个太极城 那太极图上面有两个点 第一就是人民政府了 再有一个就是青龙洞 你看刚才我就说很多码头吧 这里又到了虎牙码头 四方井楼 门口的话就有一个老汉 然后他在丹水 走吧去寻找这个四方井 看这个也是下山石 贵州这些都很喜欢下山石 我记得贾秀楼也是 还有独山也是 走吧 红红的灯笼高高挂 在这个小香道里面 是不是独有一番滋味呢 这是一个什么正远的 阅览中心档案馆 看到了这里的话就是土地公 土地婆 然后就在这里 四方井 四方井 话说这里面有两鱼 还真的有 这上面还不止两条鱼 有很多鱼 如果说是有人往里面投毒的话 这个鱼就会死掉 水就不能喝 沿着四方井我们就上坡了 这一条街道又不一样了 好有那种时代的气息 毛主席万岁和这种吊脚楼 走在这个箱子呢 就可以看到这种历史的变迁 看这个旁边的 已经长满了这种青苔 但这个青苔看起来的话 不是青色的 因为它有点干了 实际而上的话 这里就是杨家大院 清白驾驶 书院 走吧 确实很有书卷气息 很文艺的感觉 那这里呢 就是石平山的古建筑群 看一下 如道府 就青龙洞的三教合一 这里的话多有意思 一边是武林市地 一边是华原 话说这远的这种小街巷 从历史的到革命的 再到街上的这种人文的 各种风情都有了 真的 那镇远呢 历来也是一个 这个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看这个上面 颠除索要 就已经写了 穿过新大桥呢 这里就是一个古城园 这个古城园 是建于明朝人 打车的 打车的话呢 你就是同样的 是同样的 也可以就是同样的 也就是同样的 也就是直接战车 就是把他去吧 这是同样的 大家可以在做 全球的 这是同样的 开车的话呢 都是同样的